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锦囊秒级巴巴巴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手写模拟器 是不是很久没有拿几笔写字了呀 OK,今天我就教大家强烈推荐给你们的哦 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用啊 当然我也感谢我的老师教会我拿笔写字啊 虽然现在的这个时候 我是把文稿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可以看看啊,给点建议啊,对吧 那我们来模拟一下,比如说写给前任的一封信 OK,虽然可能有些人没有前任啊 水平有限啊,将就这样啊 看懂的意思就行了吧 好,看看我写的啊 鸡爪爪的也不过如此吧 这个不怪我啊 就是说,有些时候嘛 确实啊,这手有点抽筋 OK 就是说大致意思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啊,通过手写模拟器啊 就是说,你看,不是我自夸 又要有点小朋友,肯定没我写的好看 哈哈哈 对不对,现在很少人会写 就是说熟悉写字这样子的 很少说学生嘛,对吧,要做作业 但很多都有什么网课了 那下面,来,我教大家 大概的是怎么样去把它模仿啊 OK,来,我们首先看一下啊 那你首先是要选择啊 选择一下这个文件 对吧,当然它是知识读取这三种文件呢 就是说DUACS,还有DUAC,还有TXT 这种文件的格式,OK 那我们就首先是要选择添加这个文件 对吧,那我就选择我自己手写的这一份了 哈哈哈 好的,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啊,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 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子的话比较容易找嘛,对不对 那我把它弄成是手写吧 就是说这个文件夹就手写了 一会儿我们比较容易找,OK,好的 那我们就把它选择之后呢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它放大一点啊 我们可以看到字体啊 那如果我把它选择 选择一下字体,对不对 是不是非常清秀,是吧 这个跟我手抓出来的那个 人家是手写的 我是手抓出来的 不一样啊,OK 好的,就是说我们还可以 把这个背景换一下啊 比如说有一些时候 以前我们就是说写信用像那个 对,就是这种有一格一格一格的 这种信签啊 当然现在那个书店也是要买得到的 就是说只是说很少去写信 对吧 基本上发个信息就完了 就完了,就完事 OK,好 导出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不要去点确定啊 因为这个需要一点时间的 就是说要好几分钟呢 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OK 好,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你再去点确定 那这个文件它就相当于说已经导出成功了啊 那一会儿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导出来之后的是什么效果啊 你看一下 比如说看一下我那个手抓子啊 OK 你看现在就是说它的这个背景啊 我选择是这种模拟虚线的啊 就是说虚线的啊 就是这种一格一格的 对不对 那我们有些时候是怎么说呢 可能一些回忆是非常非常有趣 而且值得我们去怀念纪念的啊 所以说有些时候吧 偶尔我们可以提笔啊 写写就好比说 嗯 虽然今天啊 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 但是呢 我们已经把它过滤掉了 那现在就证明我确实内心是很强大的一个人 对不对 啊 OK 你看最后是两个字 劫难 这是什么意思吗 啊 对不对 哈哈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什么有什么劫难 我们要过五关斩六将 OK 拿起手中的笔 我们写一个小猩猩 送给你们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关注我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